在卸任前 马总统还批准了中研院长翁启慧在3月底提出的辞呈 为什么这时候才批准呢 总统说翁启慧一直是请辞待命 而现在社会氛围到了他就签和同意 而卸下中研院长职务的翁启慧 今天主动出面向检调说明号顶案 晚上8点56分他已经移送到士林地检署复询 刚获请辞的中研院长翁启慧和号顶董事长张燕丝 晚间在法警陪同下转往士林地检署复训 本来两人预定12或13号接受检调约谈 没想到11号一早翁启慧和张燕丝自行到市调处出面说明 我没担心今天会被生压 检调这次约谈重点在厘清翁启慧隐医女儿持有的号顶股票 是否涉及收费 另外外界质疑翁启慧三月底就送交辞呈 为何马总统要在任期只剩九天时才赶着批准辞呈 立法院也好以及当时的不论是民进党的蔡主席 中研院的李前院长立法院本身都要求他辞职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个礼拜 我们把所有的意见都收集好了之后 我就是照我自己原来三月三十号的批示 请他登沟就请他辞职了 不是请他辞职同意他辞职 马总统表示经过严密考量他等到社会大众都认为院长该离开时 才批准辞职这样才不会有重大阻力 而目前也已经准备好面谈三位中研院长候选人 有的已经约好了 就是三位被提命人 有的还在约好 约请当中 我们希望在这个礼拜内都能够跟他们见面 翁启慧因号顶案官司缠身 三月底就递交的辞呈延宕一个多月 在马英九下台前意外获准 马总统的用意是否为了政治攻防引发外界无限想象 优点TV SNG小组综合报道